又有丝花又有蛋糕 难道是准备拍摄什么庆祝气氛 我原来是新剧《新闻女王》 一众台词幕后为剧中的文慧心 Mange 蛇丝曼秘密抛制生日惊喜 这一天本身没有拍摄通过的 高海宁都特意翻厂为蛇兴生 相当sweet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ange Happy birthday to you 除了监制亲自为寿星女送上大粥鲜花之外 负责拿蛋糕回来的高宁也很有心准备 看到其中一个草莓忌廉蛋糕的生日牌 上面写着《新闻女王》Mange 而另一个粉红色蛋糕上面 就有个可爱兔子造型 代表着兔年出生的一蛇 还有一个生日贺牌也很特别 上面写着文家君和阿蛇 以及一群演员在剧中的交通形象 真是很有趣 有这么多人认识自己 阿蛇都说很感恩 还说自己其实一早就已经猜到 有这个惊喜了 为什么猜到一点点 因为他们整群鬼鬼祟祟 在那里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都留意到的 但也很开心 谢谢 高宁今天也特意回来 是的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大家准备蛋糕 所以就要特意拿回来 而且今天也很齐人 所以我一早约好了 今天会回来慶祝的 你拍完你那一场之后 还特意说我走了拜拜 当然了 这是个戏来的 我今天都万岁 请大家吃泰国野 是啊 因为其实第一次我和阿蛇拍外景的时候 他说他喜欢吃泰国野 或者吃柚子生日 拍外景 那我就在生日了 那当然是叫我朋友Michael帮我搅 泰国野大家有开心 还有跟高灵之前也有搭过 因为背影他说是29号 接着阿蛇不知道会不会回不回 所以今天 谢谢 很多东西 是的 然后背后搭 一直在问 你日七号有没有通过 一班有没有通过 多谢大家 这么奇的 我是在想起吃的 是准备吃的 是,很开心可以和阿蛇慶祝生日 我记得他们也准备了一张 很大张的生日卡给你 是 每个都签了名字 让我稍后慢慢看看 5月28号 就是阿蛇的正日生日 不知道麥罗紧古 为新闻女王开工的他 有没有放假 出去和朋友慶祝一下 有,很开心 对啊,监制 他们刚巧的 我想不知道是呢 不知道 总之他们出外景 那场戏我没有 那可以休息一下了 会做些什么呢?慶祝 自然醒啦 总之 再想吧 是不是最近都忙着拍剧 所以很多人想约你吃生日饭 都没吃到 应该 那有这样的开心 我觉得 在工作中度过也很开心 提前为阿蛇兴生的 还有她的一班老友寄 27号晚上 阿蛇在社交平台 分享生日照片 七魔女成员 周家慧 汤盈盈 文中贤 钟丽琦 姚乐宜 以及苗乔韦 秀未曾夫妇 陈山聪 方力申等 都有和她一起庆祝 看来阿蛇今年的生日 都相当满足